这个叫Function你写完之后 执行的话因为刚刚同学习惯 就上面按那个执行 这个叫错误 执行只能是sub OK Function执行一定要是插入函数 找到那个什么 实用的定义 从这边执行 OK 那他的执行方法 概念跟sub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一个是直达车 一个可能就是说 他跟你一直在那边询问问题 然后你要去哪里 反正就是会有一些问题 一直问你 比较不一样 OK 按确立 而且呢 如果你今天得到结果之后 那sub是底下全部都会自动出现 但是方全不会 你还是要自己点两下 他会怎么样 自动再去帮你 因为你向下填满的话 列号会自动增加 所以4会变5 所以你这边可以看公式 下面会变5 变6 他会一直去抓其他懒的 这要帮你放过来 大概就这样而已 他的角色目前大概就是这样子 但不是只能做这些事情 还有其他的变化 只是说我目前还没用到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刚刚的这个 制定函数里面 刚刚是增加了三个问题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 不要问我三个问题 只要问我一个问题就好了 你那个范围在哪里 OK 那意思就是说 我不用选三次 只要选一次 刷一下 所以你需要给他一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的话 给他之后的话 那我们再到程式里面呢 做什么呢 帮我做切割 所以特别之后 这个概念 一个范围里面会有 三个储存格 所以我选了一个范围给他 那他就是给我之后 我自己再去切割 把这三个储存格 抓出来 OK 所以特别之后有个概念 可能就是说 他给我一个范围的时候 我把这个范围 直接怎么样 先丢到一个 什么 变数里面 比如他捞了这三个给我 那我就把它放在一个 A的一个变数 这个A的变数自己取的 那A的话 其实就一个array 一个阵列 那我只 如果我要抓第一个资料的话 这有个概念 他一定是先列再蓝 那列的话呢 这边是第一列 第一蓝 所以我如果要抓 第一列第一蓝的话 可能就要这样叙述 A 刮弧E E是第一列 第一蓝 如果我要抓 第二个的话 这边就变第二了 你就把后面的数字 改成2就可以了 那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把后面这个数字改成3 因为这个滑鼠 实在不好写 所以有点丑 OK 所以概念大概知道 那我们接下来改一下 怎么改呢 第一个 一样是切到那个VoBasic 然后呢 接下来 把这个Function 复制一下 其实你不用重打 你只要把 刚刚的程式拿来做修改 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到下面就可以 贴一个 当然你要注意几件事 一 贴上之后 它的Function名称不能重复 所以我把名称改成叫什么 手机 叫范围好了 手机范围 不能一样 所以我把它改成手机范围 特别注意 上面改了之后呢 下面这边也要跟着改 因为上面的名称跟下面的名称 是必须要一致的 因为之前最常遇到的错误是 上面改了下面没改 OK 好 这应该是复制 我被你移动 好 手机范围 第二的话呢 我的引数只要一个 就是你不要给我三个 我跟你要一个就好 所以叫什么 电信业者范围好了 OK 好 这样子的话 使用者就说 那我给你一个范围 刷一下给你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必须用一个变数来接它 那我这边产生一个A 这个A的名称也是自己取的 跟I一样 变数 等于什么呢 等于电信业者范围 所以我把它给我的东西 先丢到A里面去 那以后的话呢 我如果要抓这个范围里面 第一个的话 第一个就电信业者 我就把它改成A 刮胡 它这个范围里面的 第一列的逗点 第一栏 表示电信业者 如果第二个的话呢 那就是什么了 其实可以拿这个来复制贴 如果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A刮胡什么 第一列 因为只有一列 第二栏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是A刮胡 一的第三栏 所以这边的话呢 可以把它改成 一之一 一之二 一之三 前面一定是列 后面一定是栏 这个是基本规定 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以后呢 可以用这一招 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如果你有 假设你选的范围 不止一列 可能有第二列第三列 你就是前面是代表列 后面是代表蓝 反正就丢给它嘛 你要怎么抓里面知道 那是你自己要后续处理 好 这样就完了 所以以后我们要把它改成范围 并不困难 大概就是几个地方 就是复制贴过来 然后改这边范围 名称改 加一个范围 第二个的话呢 把本来有三个因素 改成一个因素 然后后面加一个范围 再来的话就是把它给我的资料 先丢给一个A 后面的话就是去切割 第一个 切割第二个 切割第三个 当然以后如果你有第四个 第五个 反正卤法炮制 反正就是一个范围 这些范围带给各位 我想比较大的收获 应该像之前同学跟我讲说 这个范围很好用 因为他很多地方就拿我给他的 给你们的范围拿去改就可以了 他说这还蛮好用的 老师讲过了 拿来改一改就好了 工作人员可以马上可以派上用场 所以我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刚刚的部分 比如说我今天的游标 一样放在这个储存格上面 插入函数之后的话 使用者定义多一个范围 因为我刚刚又多贴了一个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跟我要一个范围 那我就直接刷一下给他 刷这三个东西给他之后 他会先丢到A 然后A的话再去切割 切割再串接 把结果再返还给我 那我游标放的位置 他就把我刚刚的返还结果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按确定 结果又出现了 OK 然后向下填满 一样他要点两项 因为他不会自己填满 这个范围的话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说你制定函数 希望是连续范围的话 记得一定要是连续范围 你不能说中间断掉了 那就没办法了 断掉好像你可以避开了 比如说第一列 第二列没有 那你就第二列跳过 其实也OK 只是说这个可能要自己稍微知道 一般性的都是连续的范围 刷一下 然后给前面的资料 把它做串接 好 那这一题大概就先讲到这里了 OK 这一题大概 所以我们主要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REP加LEN 然后再TES 然后再录制序期上个礼拜的 然后再来就是VBA VBA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写了两种 一种是按按钮 一种是制定函数 OK 按按钮 一种是制定函数 所以这两种 至于要怎么使用 反正就见招拆招 有时候其实没有绝对的 看你怎么用比较习惯 当然我们理论上习惯 就是说用按钮是最方便的 不过也有的时候 可能就是我们经常会使用某一些函数 那你可以自己把它定义出来 可以省掉很多时间 像这边 手机范围 其实如果说 之前不想下公式的话 插入一个制定函数就有 其实感觉还蛮好用的 点它两下 结果就出现了 OK 所以这一题大概就先讲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 请各位再帮我开启那个范例档案里面 另外有一题是151开头 151的那个 截取瓜糊中置串 这一题练习题 那这一题的话也是一样 反正就是第一个请你想一想 里面有没有什么函数 可以做完 第二个的话呢 想想看哦 有没有办法用VBA玩 当然你可以用录制聚集 不过录制聚集实在太简单了 应该这个可能 自己再把它完成 然后再来就是说 刚刚的这个 我们之前讲的东西 有没有办法把它做 那第一个要特别追 请各位先把什么 先把那个 它里面的B栏里面的资料先删除 这个练习题里面 已经有B栏里面的东西了 先把它删掉好了 因为我们要做的就是B栏里面的 那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题目的逻辑吧 只要有瓜糊 就把瓜糊里面的资料帮我放过来 到B栏 那如果没有瓜糊怎么办 就保持空的 OK逻辑非常简单 但是记得就是说 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完成这件事情 有没有瓜糊吗 以前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 怎么办 点两下 有没有 Ctrl C Ctrl V 对不对 点两下 Ctrl C Ctrl V 那资料少还可以 如果这边里面 可能有不止10笔 不止9笔资料 可能就是90笔 900笔 9000笔的话 那你这个甚至9万 更多资料的话 那当然就不适合用图法链钢的方式来做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刚刚最好这旁边有个按钮 按下去自动完成 就搞定了 OK 但是你要想那个按钮怎么产生出来的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个把刚刚 那个题目做完之后的话 再开启什么 开启这个 我们的编号是151开头的 截取刮壶中置串这一题 那我希望呢 第一个你可以想想看 一样嘛 先想想 有没有内建函数可以完成这一件 这一题 有 但是逻辑怎么像 它一定是用那个直觉想到的 刮壶 那我需要前刮壶跟后刮壶 中间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能会需要用到第一个 fine函数 fine函数不知道各位没用过 fine fine是寻找 也许插入函数里面 你可以找到文字类的函数 里面会有个什么fine f开头的 fine函数 fine前刮壶的位置 fine后刮壶的位置 然后再用逆的函数 切割中间的东西 放到b栏里面去 应该可以懂那逻辑吧 只是说要怎么样 把这个逻辑把它写出来 懂啦 可是问题你熟不熟也是一回事 如果你不熟没关系 你可以分阶段完成 OK 先试试看好了 另外fine有个特性 就是它有找到 它会告诉你在地级的字 但是如果找不到 它会告诉你错误 错误的意思是找不到的意思 可是问题还问你错误怎么办呢 你如果不希望让错误显示出来的话 怎么样让那个显示 错误的讯息不要让人家看到 OK 这个我想请各位 先试一下 刚刚那一题 请各位就是把它存档了 就接下来呢 再看